我妈来了 妈 快来 有这树长的愿子 你可好把树种在屋子里头 你不怕穿破你的房间啊 这可不是她啊 老关 喊妈 妈 妈摸啊 摸啊 妈 妈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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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忽然痛起来了 腿也跳进来 想想好好照顾你妈妈 我得去谈音乐了啊 妈 妈 我帮你了 人呢 老关 妈 她刚才 腿抽筋了 然后去医院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腿抽筋了 去医院了 关键时刻掉链子 这么下去啊 马上就要返场维修去了 好了 妈 你不要老讲话那么损 好吧 爸 你怎么了 这 失魂落魄的 出什么事了 小小的妈来了 小小的妈来了 我这不就溜出来了吗 小小妈来了又什么呀 来就来呗 又不是没见过 你应该不是真没见过吧 不是我不想见 你真没机会见 不是 爸 您把人家女儿都娶了 连家长都没见过 这不对啊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什么呀 当初小小的妈不同意这门婚事 拒绝见面 连婚礼都没参加 老关 这得说你了啊 你说你有这种 取小交替的这个准备 难道您就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有一个岳母大姐 爸 您怕过谁呀 对吧 一碰面就跑 这不是您风格啊 不不不不 这一点上呢 我还是比较理解爸的心情 这个拜见丈母娘呢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咱就说我吧 我当年拜见丈母娘的时候 那真是困难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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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没有可比性 丈母娘有什么可怕的 关键是我这个丈母娘 那还有一个身份 还有一个身份 对你有这个手 那每个人都没有 我挺难言的 说 那是 我只能让你 标 标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得什么病了 不是 您得什么病还得去外地看 这不成立啊 那 小小来回信了 我赶快回去 怎么办哪 爸 丑媳妇呢 早晚得见公婆 对不对 我觉得你老躲她呢 也不是个事 这一点呢 你得向我学习 那你呢 你到现在我还没认可呢 对呀 你看 虽然您处处为难我 但是我依然选择勇敢地面对 你觉得我在这一点上 是不是特别美 老美的老狗 老关啊 我觉得这一点 画画说得特别对 更何况呢 岁月是把杀猪刀 几十年都过去了 谁能把眼前这块老腊肉 跟当年那块小鲜肉 联想到一起呢 不是 你是不是我亲闺女 谁是猪啊 谁是老腊肉啊 不是 我这比喻嘛 再说了 我这叫画操礼不操 细想想也有道理啊 那你们俩就跟我一块回去 妈 你看小虎长得多可爱的吧 老关嘛 年龄是大了那么一点 但是我们家自从有了小虎 那年龄的平均 甚至直接下拉了 我没说什么嘛 倒是这个关键 怎么回事啊 怎么好像耗子见了猫一样 都不露面啊 这姑爷见了丈母娘嘛 一定会很紧张的 那她也不知道 你这么快就接受她了 她要知道 那真的是激动得 跟中了彩票一样的 紧张 紧张是理由嘛 紧张就跑了 就抛掉自己的老婆孩子 跑掉了 这进来的是我 这要是个坏人哪 多可想象 是不是 好了好了妈 其实我过得真的很好的 关键的人很好的 脾气也好 性格也好 还会照顾人 反正什么都很好的 你放心好了 我知道 日子反正是你自己过嘛 可那女儿怎么样啊 还比你大两个月 这关不好过吧 关心嘛 是有点难搞的 不过人也不坏的 属于外冷内热心 有这种自信要有的好吧 那关键的女儿不好搞 你女儿也不是手银的灯 棋逢对手 狭路相逢 绝对是一家人的 你要是跟关心两个人 针锋相对的时候 关键向着谁啊 火星迷嘛 来 妈 你喝啊一点啊 不要大笑 好 老关 你怎么了 爸他重感冒 嗓子痒 出不来声 你怎么会真 千万别碰他医生的病毒 是 就这样做啊 分散他的注意力 缠住他 我现在得掩蔽起来 我忽然那急 我得去趟卫生间啊 爸你慢点啊 爸你慢点 老关老关 你去 老公 行了别喊啦 什么 内急啊 就是岁数大的尿瓶 这位一定是 我应该怎么称呼他 这一看就知道 你应该叫姥姥呀 姥姥好 叫谁姥姥呢 我这么年轻 那应该叫什么呀 叫姐姐 姐 不是 姥姥咱别 姥姥姐好 我是画像强 姥姥姐好 你看人家 人望着一站 您清清的多般配啊 你瞧人那小伙子 又帅气又阳光 对 对 对 在选丈夫这方面 关心可是比我这 闪丫头有眼光 姥姥 姥姥我特别能理解您 叫我什么 姥姥姐 我特别能理解您 遇上这么个不听话的女儿啊 确实挺让人不省心的 我也心疼你 你说你摊上这么一不靠谱的爸爸 真是难为你 你唱一鹤的干吗了 大人说话 小孩别插嘴 谁大人谁小孩啊 我是你继母 我比你大俩约这事 你就是继不住是吗 那我也是你继 小强 每当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 你要发挥你作用啊 姥姥姐 什么状况啊 你老婆跟丈母娘 针锋相对的时候 我还是去看个我爸爸 他得抓紧时间吃药了 等一下 我去 这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巧的事 老管的老管 这么巧的事居然让你给瘫上了 老管 吓死我了 门关啥 你怎么样了 走的时候妈说肚子疼 怎么回来成重感冒了 难受吗 也没什么大碍 就是可能昨天睡觉的时候着凉了 老管 你说自从有了小虎妈 孩子晚上都是你带 辛苦你了 我好心疼的 现在好了 我妈来了 以后妈都交给她带 千万别 千万别 你妈那么大岁数了 怎么好麻烦她老人家 请她赶快回去吧 我自己的儿子 我辛苦一点应该的 我妈跟你同岁啊 怎么是老人家了 你妈 再说妈 我妈自从来了 你就东躲西躲的 干吗了 还要拧她走 丈母娘有那么可怕吗 丈母娘不可怕 关键这个 这个人物关系太复杂了 这么复杂了 我也是 才发现 你两个人一起躲 金正前里干什么呢 对我有意见你说出来啊 妈 没什么事了 老管不舒服 我照顾一下他 你先 先过去吧 那赶紧出来啊 一家人都在呢 出来坐点儿 说说说话 好呀好呀 你先过去吧 你不要这么紧张嘛 要不 我把周末和齐涛叫过来陪你好了 不用不用不用 他们两个子 你正在为丈母娘头疼哪 我妈还是不接电话 没事 姨父说了 她会帮我重新赢回我丈母娘的信 她给我打保票了 靠谱吗 当然了 你想想 姨父今天都多大岁数了 她能娶小小 那么年轻貌美如华的姑娘 那么一两把刷子 怎么搞定丈母娘啊 不要走 不要走 不是想好一家人坐一起聊聊天吗 我老婆跟女儿哪里去了 你不是感冒了吗 怕你把他们俩给传上 小强你也回避一下吧 行 老老姐 那个 我还是留下来学习学习吧 看看我爸是如何对待长辈的 你说你老戴着个墨镜干什么呀 什么眼睛有毛病吗 没有 爸 你还是把墨镜摘了吧 你身上有飞链 干巴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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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过于灵活 但是没什么毛病啊 你在家里戴着个帽子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吐顶了 这个好 贵人不得重发 看我爸根本就没有秃顶 连根白头发都没有 多好啊 你看上去比十几年龄 都年轻好多 什么 我妈跟老关是小学同学 你妈不仅是我爸的小学同学 而且是带给她童年阴影的 小学同学 那这么说老关不是感冒了 是不敢面对我妈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你其实想一想啊 你妈现在是我爸的丈母娘 这关系确实挺让人尴尬的 可是已经发生了呀 早晚会穿帮的 那怎么办 那早晚要面对嘛 躲得了一时了 也躲不了一时 现在就说清楚了 那真的要拆船 必须拆船 这个老关啊 你们都知道了 居然只有我不知道 找得好好谈谈 来 来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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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公 老公 战争一触即发 一触即发 请立即撤离 立即撤离 小心留弹 伤疾无辜 你 你们在这个城市生活了那么久 有没有想过有什么熟人之类的 熟人 熟人 小强 怎么了 没什么 那个 我写掉了 我拿写 老了老爷给我们搬走的时候 那时候晚上小学的 哪有什么事啊 妈 你跟关键是同岁呀 那你们有没有可能认识呀 你说呢 老关 是的 小强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在锻炼身体 那个 增强美丽 提高抵抗力 我要这么说的话 我还真是觉得有点眼熟 眼熟呀 那你仔细看看呀 把口罩摘了 摘了摘了呀 快点 眼镜也摘了 眼镜摘了 小强 你看 来 王二妮同学 我变化有那么大吗 我是关小柱 是你吗 关小柱是谁 我小时候叫关小柱 关大头 关大头 当年你妈给我取的外号 还不止这一个的 大头 大头 下雨不愁 下雨不愁 那个 那个 你们哪儿俩聊 我出去透透气 你们聊 别有雨伞 我有大头 别过去了 别过去了 妈 妈呀 干吗啦 笑得关键都走了 注意点啊 跟母鸡下蛋一样 不是 又戴摸镜 又戴帽子 就是怕我认出来 我爸他就是忽然见到您嘛 所以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您 姥姥姐 您说您每次都笑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想起什么 以前开心的事情了 行啊 华向强 幸在乐祸是吧 想听我爸笑话是吧 没有 没有 我就是想了解了解 我岳父大人的过去 这样方便我以后 更加准确地讨好他呀 向强 你放心吧 我走之前 我一五一十地 把他什么德行我都告诉你 我还在这呢 密模我老公不合适吧 向强 还记得这个吗 晓晓 小的时候要带妈还揍了我一顿 当然了嘛 那时候你小嘛 这么好的东西怕你给弄破了嘛 真是的 现在不一样了嘛 你长大了 妈 谢谢你啊 我不要 我收给你了嘛 这次做多情哎 来 阿淑女 送给你的 姥姥 不行不行 这 这太贵重了 您还是留给晓晓吧 我要留给晓晓的东西 可就多了去了 拿着 关心 别说我没告诉你啊 我妈这个人 那是出了名的抠门的 给你东西麻现在不要 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收回去的 你这孩子真是的 你说你这 真是女大不由你啊 谢谢你 拿着 来 谢谢 你那脑子呀 全让他爸爸给洗了 拦都拦不住 我真不说 你要是 关心一半那么听我的话 我这一辈子我心满意足 小花 你给评评理 我跟关心谁听话呀 你说也不知道姨父跟他自己的赵母娘相处得怎么样了 没有萧嫣的战场 正是姨父家现状最好的形式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给姨父摇旗呐喊 谷劲儿助阵去了 不用 姨父他已经是二婚了 有斗争经验 所以肯定会一举拿下 有话要说 有话要说 那咱们是不是 要pta 我扶你 要е你 那咱们不得走 你们不得珍妆 我姐们不得走 我自己都不得走 你也说不出来 也没少说话 你用我这自明写倒了几天了 赶紧把手机还我 误误给 强子 你是不是 什么意思 一会儿不明白 你到底真不明白还是想不明白 我当然不明白 你呢 就说咱俩吧 你 一直讨好你的老障眼 效果并不是这么明显吧 不是 你再看看我 看看我妈 你妈 不是 我丈母娘 浅浅给我变着花样的做好吃的 我说你怎么不来我家蹭饭了 感情是有新食堂了 放心 没准以后我想改改口味的话 一样会灌顾你的手艺 你怎么想呢 其他我告诉你 要不是有我爸给你那锦囊妙计 让你搬回去局 你能有今天 我没有否认啊 我一直站在军人的肩膀上呀 你说说 有多少人和丈母娘有隔阂 有多少人收获了 丈母娘的印象 那你解决了隔阂跟阴影 你功德无量了 没事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人生经验 你说你在我家来回走这调度 走几天了 我也听了很多天了 我怎么一点收获都没有呢 但是你没有细细地去品呢 品 你看看 丈母娘为什么那么喜欢我 为什么天天变着火样地给我做好吃的 你品过没有 这废话 我没吃过我怎么品 好 我说的不是品菜 你说到吃我想想看 你知道我昨天吃的什么吗 苦瓜 阿姨想得挺周到啊 这是天热了想给齐涛去去火 什么去火呀 她想让它上火 什么意思啊 齐涛最不爱吃的就是苦瓜 我妈特地给她做的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你妈要赶齐涛走 我妈本来已经退休了 可现在齐涛让她找回了上班的感觉 天天得花时间招待女婿啊 那齐涛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她被上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自以为得到了我妈的万千宠爱呢 所以气焰嚣张 在我们家花花的自媒体上 大谈和丈母娘的相处之道 俨然以为处事高人 你不要说风凉话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呀 想办法 直说呗 直说 可是我老公啊 我怎么忍心打破 她和我妈的关系 你不打破 就让你妈来打破 连做她三天苦瓜 让她知能而退 你还别说 那苦瓜真挺好吃的 也倒了我多少盘苦瓜 你还记得吗 人啊总要学着慢慢长大 我还得向我衣服请教 上次我打电话 她那里一片幻圣笑语 谈笑风声 这才是最高景点 和谁呀 丈母娘呗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有一次 她叫什么来的 孙大宝 我找了一只大癞蛤蟆 我装到她书包里头 给她吓了尿尿裤子 给她吓了尿尿裤子 您记错了 什么孙大宝啊 是关小柱 当时你们赖蛤蟆放我书包里了 我记错了 我怎么记得就是孙大宝 我记得真真的 好了每当我午夜梦回的时候 这恐怖的一幕就在我眼前闪现 你说你那会儿怎么胆那么小 老关呀 那只癞蛤蟆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那不是一般的癞蛤蟆 你这癞蛤蟆个头多大嘛 就跟小孩脑袋那么大是吧 我这些好家伙 两只大眼珠子 跟灯笼似的瞪着我呀 你说我们啊真是 不是一家人哪 不进一家门 你们两个 谁也不许离开我 那是自然啊当然了 话说的当然不离开 行了行了 趁着小虎睡了 我去看看那谁下啊 想强看关心 能能能 你看到了啊老关 我妈呀 对你闺女和姑爷比对我还亲呢 这孩子就为良心 我去看关心 我那是为了增进你们母女之间的感情 对了我也得出去一趟 你干嘛去啊 我去找齐涛 你找齐涛干嘛呀 准确的说是她找我 打了好几回电话了 无非让我答疑解惑呗 那你早点回来啊 那小虎醒来我一个人不行的 让我送去送回 我这笑笑真肉 岳母大人先请 对了 对了 对了